大家好,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肖利盛认为, 未来房地产周期持续时长, 或将从3-4年的短周期过渡到8-10年的中长期, 甚至超过10年以上。 那么,叠加以上所有因素来看, 是否意味着房价将会触顶天花板? 或许,楼市出现的这三个苗头可以告诉我们答案。 第一,账面财富亏损苗头。 房地产进入新阶段,市场成交周期被不断拉长, 房价大概率会长期横盘, 账面财富或有出现亏损的苗头。 最近,老家一个朋友给鼻子说了一件, 自己正在遭遇的事情。 两年前,打算把名下一套价值120万的房子卖掉, 可是挂牌很久,问的不少, 但真正想买的却不多,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。 不过,中介最近打电话建议他, 把房价下调到110万试试。 这位朋友越想越拉闷, 两年时间不到就赔到10万, 而且这两年不给银行的利息都7、8万左右了, 越想越感觉自己亏大了。 小便预测, 今后二手房实际成交价与挂牌价之间的价格差距, 只会越拉越大。 第二,空置率苗头, 住房市场格局基本稳定, 4万余旧改取代棚改, 大拆大建的阶段正在慢慢远去, 但空置率过高的苗头已经出现。 第三,利空因素增多苗头, 楼市进入主温水时间, 房价利空因素出现增多的苗头, 房价难有再次大涨的可能, 而且房子的变现能力降低。 通过以上分析来看, 房地产行业已经到了做出转型的时候, 而且随着房地产溢价独大的慢慢落幕, 房价的天花板或许也将开始隐隐出现。 显而易见, 如果房价长期横盘调整, 房产所代表的账面财富只会在不经意间慢慢被稀释, 则就犹如主温水, 而多数人往往很难意识到这个问题。 其实,退一步来说, 即使房价还有可能继续上涨, 有钱人照样继续买房, 没钱的可能人就不愿意或者买不起。 亲爱的老铁, 你们认为是这样吗? 感谢关注, 欢迎下方留言。